大家好,这边是麦子学院给大家带来的ECshop独立网店二次开发的教程 那么时间一眨眼就到2016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那么我们之前的课程讲到了 我们看一下啊,我们之前课程讲到那一个 Foreach一个语句,对吧 应该有讲嘛,应该有讲 然后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局部缓存标签 局部缓存标签,那这个概念呢也是非常重要 为什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这一个ECshop呢是使用我们的Smarty引擎的 所以说它的界面呢都是一个静态的界面 如果说这时候你想在网页上输出一个动态的东西 那就必须用到我们这一个局部缓存标签 或者是用我们的JS来实现,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讲到的是局部缓存标签 那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概念 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这样子 Insert,然后有个Name,TestInsert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函数名称 这个等会我们会讲到 好,该标签呢放到我们的Ingrowth 然后LabelInsert里面 好,在这里面声明 首先呢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首页 也是在我们的首页来做一个例子 好,我们把之前的课程的这个例子给删掉 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那我们发现我们整个网页有一个地方使用到我们的局部缓存标签 就是这个位置 好,这个位置使用的是我们局部的一个缓存标签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变化 我们这边购买10个 然后加入购物车 这个叫做库存不足是吧 库存不足的话我们找一个这个吧 只要一个总可以了吧 好,只要一个应该可以了 刷新首页 好,这时候的话它就会提示 您的购物车中呢有一件商品 共计是2298块钱 以前手机也挺贵的啊 才发现 好,这个的话就是用到我们一个局部缓存标签 因为没有这一个的话 你这边永远都是购物车为0 这样子的话有一些体验就不是非常好了 那么我们就来声明这个东西 好,我们就来声明这个东西 首先呢找到我们includes里面的labelinsert 打开我们的这一个网站跟目录 找到includes 然后找到我们的labelinsert 这个 打开之后呢 我们根据PPT来声明一个test insert 根据PPT声明一个test insert 我们把它放到我们这一个界面的最下面 最下面 我们呢定义一个函数 叫function 找function 那么我们直接这样子是无法使用的 无法使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使用方法呢就是这样子 我们已经在这一个labelinsert里面声明了一个test insert test insert已经声明了 对吧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首页这个地方输出我们的这一个test insert 然后大家看到我们这一个name就是这个名称对吧 但是还差一步哈 我们来先看一下有没有效果刷新 我们发现call就是我们未定义一个insert test insert 这边已经爆错的时候已经跟我们说 行数名要怎么来命名呢 已经跟我们说过了 怎么说呢 我们前面必须加上insert下滑线 这个是前缀 这个是前缀 这个前缀呢是必须要添加的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系统自带的insert开头 对吧 这个也是insert开头对吧 这个还是insert开头对不对 说明我们这一边呢 模仿他的时候也必须用我们的insert开头对不对 那insert test insert的感觉会有点别扭 我们把这个test insert改成test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改成test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我也给它改成test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刷新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我们现在来刷新看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再刷新 好发现我们这一个值就是随时变的 我们这个值就是随时变的 这时候可能大家说我们之前在后台 已经把我们的这一个缓存关掉了 缓存已经关掉了 怎么办呢 我们做两个例子 做两个例子 我们首先 把我们的这一个基本设置 里面的这个缓存活动时间变成一个小时 三千六百秒对吧 好 那我们在继续刷新的时候 这边还是可以一直变的 还是可以一直变 我们发现 那么如何证明我的缓存是生效的呢 如何证明我的缓存是生效的 很简单 很简单 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 index.php index.php 好 打开之后 复习一下之前的课程 我们把我们的当前时间 time 好 用这一个 Ithene 传到我们的前台去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回测一下 然后呢 输出我们的当前时间 输出我们的当前时间 我们来刷新一下 好 我们下面有个当前时间 再刷新一下 这个是会变没有的 这个是会变没有的 说明我们缓存是生效的 刷新是没有了吧 还在对吧 对 为什么还在呢 因为我们已经存到缓存中了 这个是在缓存中的 不会没掉的 如果说我们是在这边直接输出 我们在这边直接输出 它是只会输出一次的 我们来试一下啊 我们第一次刷新的时候 应该会有三个值出现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 没有 我们应该清空下缓存再刷新 好 刷新的时候 我们现在为了建议好看 我在这个前面也加一个回车 也加一个回车 这边清空下缓存 然后刷新 好 不大好看对吧 这个加错了 那我们就给它加到这个位置吧 后台刷新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开了缓存了 所以刷新才有效果 好 我们现在发现刷新一下会有三个值 再刷新一下就只会有两个值了 当时这个值还是043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这个044已经变了 我们来看一下刷新 只有两个值 下面043还在 当时我们线上面的044已经变成056了 好 056变成061 再刷新 再刷新 好 再刷新 这个时候的说明我们这个局部缓存就是已经存在的 已经存在的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给删掉了 把这个tine也删掉 然后这个地方也删掉 我们再做一个例子 再做一个什么例子呢 刷新 好 再做一个跟这个一样的例子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在局部缓存当中呢 使用我们的模板 使用我们的模板 那这个模板如何来做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搜索一下insert 在我们首页能不能找到呢 在我们首页是能 可以找到的 对不对 CatInfo 这个就是我们购物车的一个信息 我们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的LevelInsert里面 找到我们的这个局部缓存标签 好 找到这个之后呢 这边会输出的不是模板 输出的不是模板 好 我们看一下MemberInfo MemberInfo 好 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MemberInfo的话 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我们把这些呢 直接复制下来 直接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然后把这个EqualTime给删掉 那么我这边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意思 有个NeedleCatch 就是是否需要我们的缓存 我们就用一个临时变量 把我们Smarty的当前是否缓存的这一个变量 传给一个临时变量 然后再把我们Smarty现在的这一个缓存给关掉 缓存给关掉 关掉之后呢 我们传一个值过去 叫做NowTime NowTime就是当前时间对吧 我呢把一个当前时间给传递过去 好 我们用一个Smarty呢 传了一个NowTime过去 传了一个NowTime过去 之后呢 我们在 这个是显示验证码的 这个是一个随机的函数 好 这些我们都不要 这些我们都不要 我们只需要一个 这个例子 output 好 我们一个output呢 等于Fits 就是一个 Smarty的一个 获取模板内容的一个东西 它呢 是把模板放到LibraryMemberInfo.Lab 然后呢 执行完这一句之后 再把我们Smarty的缓存给打开 好 给打开 就是这个临时变量 好 然后把我们的这一个 呃值呢 给返回去 好 我们用Lutain或者是直接在这边输出 都是可以的 好 当然用Lutain是它官方的一个规范 好 所以我们用Lutain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快速的在 我们的Library 就是在我们的这一个模板当中 创建一个扩展模板 好 这边呢 叫做MemberInfo 我们把MemberInfo 复制一个出来 叫做Test 好 Test里面呢 我们输出当前时间 我们输出当前时间 我们也是直接用一个Font来输出我们当前时间 Font 然后我们不要定位了 好 我们直接让它的Color呢 Red为红色 然后把一个Now Time就把当前时间用模板的形式给输出出来 用模板的形式输出出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叫Test了 对不对 就叫Test了 好 其他什么都没变 好 我们来刷新 好 当前时间是16年1月2号的一个三点 其实不是三点了 这个是跟时区有关的 好 时区的话一个概念 大家去百度一下我们PHP时区的一个概念 好 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边 那么 也是作业是把我们的这个例子做一遍 那么到这节课的话 我们第四章的内容也已经讲完了 大家一定要把我做的例子 自己熟悉 自己熟悉 因为后面很多用得上 几乎也就是在这么五个知识点当中了 大家一定要把我的这个例子做一下 那么感谢大家的听讲